好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台湾大学的体育馆 今天是台湾大学创校96周年的校庆 非常多的教职员还有学生参加这个典礼 不仅有非常多的企业大佬都来参加 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他们还会颁发结出校友 以及呢也会颁发给蔡明忠 也就是富邦集团的董事长荣誉博士的颁奖典礼 不过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就是台湾的创办人张周谋 他在会前呢也接受媒体的联访 那也提到说关于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建厂 建厂的进度以及他们的完工典礼 到底会不会举行呢 让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美国建厂进步 美国听说很好 那其用典礼会延后吗 其用典礼会延后吗 什么典礼会延后 下个月 没有典礼会延后 没有啊 一月也不会有吗 我想大概没有典礼会延后 因为川普吗 因为川普吗 为什么 我不管了 OK 总之你问我 有没有典礼会延后 我没有典礼会延后 川普不管了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了 张周谋他首度对媒体回应说 其实不会有这个完工典礼这回事 那也被问到说是不是因为川普的原因呢 张周谋他表示他已经不回答 他已经脱离台积电的管理层了 那在更早的时候呢 其实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以及他的弟弟蔡明星呢 都分别来到会场 那也被问到说 川普新上任之后 对整个政经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 让我们来听一下 政经局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呢 其实是保持了不同调 也是相当有趣的状况 那在稍后呢 包含这个黄崇仁 立即殿的董事长黄崇仁 以及蔡明忠呢 都会陆续接受媒体访问 然后会更新一步的说明 关于川普上任后 对于美国跟全球政经局势的变化 让我们会持续带您来掌握